很少吃便宜的醬油 好 買什麼醬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曹維希姐 嗨 嗨 今天只有兩個人 每次都叫我盲測 沒有道理 我們遲早有一天要他還的 這一次呢 我偷偷的準備了一個盲測測驗 他不知道 所以他現在人呢 很認真的在跟我們其他小伙伴開會 這次盲測的主題就是這個 醬油 所以我們要乳豬肉 沒有 太累了吧 沒錯 我這次呢 從最便宜的一罐 每100ml 5.5塊 到最貴的每100ml 150塊的醬油 差了 30倍 沒道理 30倍 那個自稱自己有神之舌的阿伯 會吃不出來吧 而且還是他的醬油 沒錯 還是他的本命 總而言之呢 今天要盲測的就是這個醬油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罐這個是大家熟悉的好朋友 胃王的金胃王釀造醬油 就是最便宜的每100ml 只要5.5塊 媽媽最喜歡買的這個造型就是這個look 知道為什麼要讓皇姐盲測有點興奮了 嘿嘿嘿 就醬油 沒什麼香氣這樣 對 就醬油 就鹹鹹的醬油 鹹鹹的 怎麼辦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耶 沒有什麼好說的 好 第一罐就是這個啊 第二罐是這個 龜甲腕玉釀醬油 這個呢 貴一點點 每100ml 33塊 6倍 6倍應該就要有差了吧 對啊 6倍應該就有感覺了吧 是吧 換貴6倍 貴甲的嗎 換個瓶子就可以貴一點嗎 這個是玻璃瓶啦 龜甲腕不至於到不好吃吧 倒起來不一樣喔 感覺只是地整個比較浓厚一點點 還有倒起來那個流暢度沒有第一罐那麼水 然後顏色看起來好像確實也是稍微在黑一點點 龜甲腕的味道 我不喜歡龜甲腕的味道 龜甲腕確實它的醬油都有它的味道 對 龜甲腕的味道 不是好不好聞 但是我覺得很強烈 它從醬油膏到醬油都是這個味道 都是這個味道 龜甲腕很強耶 它可以在醬油裡面做出自己的品牌味道耶 很夢耶 家裡平常有在吃龜甲腕 我猜你在忙吃的時候可能吃得出來 C螺米茶 瑞春醬油 不知道穿腸還穿脹的醬油 這一罐呢 每100ml 已經來到了53塊 多了20塊 對啦 據說西螺醬油是蠻有名的 應該是真的好吃吧 因為我們真的每次去西螺 都會帶醬油回家耶 然後我有發現 這一罐顏色看起來 桃汁的顏色 就是跟其他醬油顏色不一樣 它這罐子有顏色嗎 沒有 它就是顏色跟人家不一樣 差很多耶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胡蔥醬油的顏色 它是那種 和風醬油的顏色耶 它有一個有點像 豆腐乳還是什麼的發酵的味道 豆味特別重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不會吸癢 但我覺得味道也算強烈 好 也是有一個自己的味道 美拜喔 再來是大家熟悉的這個 豆油脖鋼底 營養皂醬油喔 我們這個是禮盒款 所以比較小款 然後大家一般市售 那個500ml的 大概是每100ml 63塊 然後那個差不多再貴一階 但是這個就是 黃玉姐到精心在聖誕節的時候 準備給我了 我一定要就是放在這裡面吧 不要是尊重吧 我有開另外一罐小罐 它自己買的 它如果喝不出來 就太沒有吃 如果是它自己釀的 它就不會喝出了 這罐倒起來的感覺 大概是介於 第一罐跟第二罐之間的那個濃稠度 稍微有一點點 對對對 然後它的味道 我覺得比較明顯是帶一點點 發酵的酒味 它算比較甜一點 它滿甜的耶 它吃下去不會讓人覺得喉嚨緊緊 一般吃太鹹的時候會覺得稀稀 它主要是甜味 甜味跟幹味 喔 我今天好吃的耶 再來這個是架上最假掰 金蘭國產遊戲醬油 這個已經是另外一個層級的醬油了 這個已經來到了每100ml 110塊 110 已經來到原本的20幾倍了 以前它有送的袋子 但是我有發現 大概每100ml100多塊的醬油 其實還有其他幾款 然後它們主打的就是有機 所以可能豆子不一樣 價錢貴在有機這兩個字上 但它有一部分可能分到袋子上了 沒有很大塊耶 裡面也是滿美的啊 這個顏色這個藍 現在很流行耶 好啦 金蘭醬油 我印象中 它也有一個自己的味道 我覺得它倒起來的感覺 跟第一款有點像 它也屬於顏色比較深 味道聞起來 跟龜牆外很像 等一下 好鹹喔 嗚 嗚 嗚 我們剛剛吃了一個很甜的 但是這個 特別鹹 滿鹹的 所以金蘭的味道就是鹹嗎 哈哈哈 可以這樣講嗎 金蘭葉配大粉 噗噗噗噗 噢這個看起來就厲害了吧 這個是日本進口 蟬工坊三年完熟醬油 香水 之類的吧 肯定是這樣子的吧 它很貴耶 它每100墨150塊 30倍了耶 頂級醬油 然後長這樣 長了一副裡面不是墨水就是香水 你住睡覺的時候 只能每個滴一滴 三年 我跟你講 剛剛前面有在寫出來都是180天收成 它給你直接來到三年 車到滿 嗯 手成的優點是什麼 味道很溫和嗎 我好期待喔 它開口的跟人家長得不一樣 它是瘦長的 其他全部都直接一個洞挖掉耶 怕你一口氣噴太多出來 沒錯 我拿它的時候 雷的手指好優雅 有感覺到它倒出來那個流暢度嗎 還好 有 因為我倒前面幾罐的時候 劈一下會稍微有點 但是它做那個長長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好倒 它這個濃度呢 嗯 我覺得也是屬於一個 中筋偏濃一點點的醬油 它算是有一點點醜感的 哇 我買這一罐 我可以吃30年 哦 它吃了 等一下 我先吃在自己烤 我確認一下 它的鹹度其實跟剛剛今天差不多 對 但是它是淡掉的 它是很溫和很順的鹹 剛入口的時候吃到鹹 然後慢慢消吃的 不是從頭鹹到尾 不是把你餓一下 然後 然後它也一點點甜 好像有點厲害耶 對 好有點厲害耶 三眼的味道就是成熟的味道 哎 我覺得這個可能測出來哦 我們相信阿伯的神之蛇吧 好 以上這些呢 就是我們這次總共要評測的六款 從低價到最高價 價差30幾倍的醬油 我覺得 我對它信心滿滿啦 好不好 畢竟就是阿伯嘛 每天都在吃醬油的人 應該可以啦 那我接下來就是把順序打亂 然後把它記錄起來 好 吃醬油就要有東西配 為了不要影響它自己 號稱自己什麼很厲害的舌頭 我們要炒一個味道很清爽的 炒蛋 OK 百搭 它不能再怪說 你這個味道東西太重了 我們還買好蛋哦 我們快速的炒蛋哦 炒蛋就是炒蛋 完成了我們這次的盲測小伴手 炒蛋 小伴手 小伴手 看起來好好吃哦 可以叫點擊師進來囉 不知道要幹嘛吧 哎呀 嚇壞你了吧 太變了 太變了 沒錯 好輕鬆啊 好了 我們本集的主題是要邀請阿伯來盲測醬油 醬油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可以的吧 醬油哦 你每天都在吃醬油啊 超級便宜的醬油 來什麼 為了要搭配你的舌頭 哦 這是我來配醬油的 高級的蛋 懂吃 高級的蛋 好不好 6種醬油 最便宜跟最貴的差30幾倍 我是想要送你醬油的時候 其實我找不到真的就是很貴很貴 像黃金一樣的醬油 有100或150塊 黃金醬油 泡得像香水一樣 對 好啦 那我們就從最左邊依序開始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亂了 亂了 只有我跟他還有攝影機 先讓大家知道 犯規 對啊 為什麼 我吃鹽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多無耶 不會 我還不夠鹽耶 鹽沒有味道 肉飯 連皮 顏色非常的深 趕快吃 廢話那麼多 反正第一個是比較多東西 對啊 確定不要沾太多 我蛋只要炒4顆 你們吃太快了 剩這個你要 對啊 預測一下大概是 感覺 第一個沒辦法比較啦 不行 我那時候第一個就要給個數字啦 前段半還是後段半 現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那你覺得說沒有特別的鹹 除了鹹味之外 醬油的味道也還... 應該還算豐富吧 嗯 中中中的感覺 中間 反正現在中間 第二款 好 我看一下我們的順序 我們應該都是買那個吧 我們應該都是買真的醬油吧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們... 會用撒騙你是不是 會用那個...不會是那個什麼 胺基酸調合液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都買真的醬油 180天起跳 對 我現在怎麼都一樣啊 我盲測這麼難的喔 我還是盲測演喔 我還盲測出來弄雞耶 第二款 嗯 不行 我要水啊 盲測 你都沒有準備好 我可以取一堆 你之前有給我水 上次你自己的時候沒水嗎 沒有 真的假的 這個呢 要求的感覺 對啊 感覺怎麼樣 毛一堆我也會要提要求 差太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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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第一款 不會苦 想像是鹽的苦味 但是之前我們吃鹽的經驗 沒錯 好的鹽反而有苦味 有苦味 但是這一次大部分都是台灣醬油 但是除了鹽之外 兩者沒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兩個在差不多的位置 地上的味道跟不一樣 顏色也不一樣 地上的顏色比較淡 相對前兩個比較淡一點點 味道也比較不一樣 它有很多比較豐富的 叫做甜味嘛 鹹味比較淡 感覺可以吃到很多 酵素的感覺嗎 酸酸鹹甜的 發酵的味道 發酵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貴的 從貴到便宜是321吧 第四款 也是會更淡 然後我覺得 淡色的醬油應該都會是比較 好一點的醬油 因為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的醬油 他們是可以去調色做鹽油的 哦 對 所以他們就會想要做出它好像 醬油的醬油的醬油 所以你覺得淡色的醬油是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 它就老出來就長這樣子 一醬水 嗯 恶酥耶 莫非可以直接講出它的品牌 沒有 第一款 骨龜小碗的味道 骨龜小碗它調和的醬油就很便宜 但是它 你們說都是釀造的嘛 就是不一定 真的那麼便宜 第四款它的 強烈的 這什麼味道 豆味嗎 黑豆的味道 蠻強烈的 直蔥鼻腔的一股豆味 哦 然後鹹度也比較沒有這麼高 它旁邊看好爽哦 哇 你們之前吃幾集都是這樣度過的 天啊 但是我覺得 3 4 就是鬼腳丸 3 4 2 1 它是這樣度那是鬼腳丸 外衣不是很久哦 我現在最貴的是它 對 還是3 好 搞得煞有其事 最後還是會猜錯 很鹹 就是這款很鹹耶 你到底要吃多少蛋 你覺得腦子裡千頭萬虛 可以想像它在哪一個之間就可以了 對 感受它的位置 閉上眼睛好像有叉耶 細一堆 你要不要戴口罩 說不定可不定有叉 好接近 也好接近 也不行啦 第一口吃到的感覺去評價好了 那我就變成是 3 4 2 5 1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不對 3 4 2 1 這個最便宜 是嗎 是嗎 又不一樣 要偷看 我們要往下一個賣金了嗎 順口 順口耶 這麼順口嗎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哇 這個遊戲太好玩了 我發現他們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二號啊 它這個 醬油有沒有 它會 黏在這個 牆壁上面 九種沒辦法 降下去 然後這個 其他的都會買快熱 慢慢就這樣算了 可以這樣算了 又沒有用黏 它雜質比較多 都有可能的啦 觀察到這個現象 這個大好使用 代表什麼 無效現走 無效現走 天啊 補裙啊 我覺得最後一個真的蠻好吃的耶 然後把這個卡到第一名 這到第一名 6 3 4 6 3 4 這個我大概是定 這集太長了 虎姊 太長了 你自己在比你 都這樣好不好 我也在旁邊說 啊 你現在到哪裡了 我都有點好好的吃 你要吃多久啊 你要吃多久啊 他才趕快吃到結果啊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 評斷它的價值 我只能用 喜好度來評斷 就跟我評言一樣 你整個證明 你是喜歡便宜的醬油 還是貴的醬油 6 3 4 然後 2 5 1 1 2 2 1 2 2 1 2 2 1 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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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4 2 4 4 2 4 4 你的第四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你沒有說它是龜甲腕 我覺得龜甲腕的味道很明顯耶 對啊 龜甲腕的味道很明顯啊 對啊 就是第一個的味道 就不是 蛤 它是價錢裡面排到嗎 第五名 其實跟你猜的蠻接近的 你原本猜它價錢是第四貴的嗎 它是第五貴的 哦它是第五貴 老鼠丟魚 就是算比較便宜的奶 對對對 後段班 所以它是在後段班 其實是蠻接近的 不丟人 那你們覺得這個怎麼樣 我們就覺得龜甲腕味 哦真的嗎 因為龜甲腕味 對 對啊有可能 就是它的味道就是 特別的沖 比較鹹一點 再來你的第三名 就是這個瑞春的這個醬油 這一定貴的吧 這個的價錢彈簿是第三名 這第三名 沒錯 看起來這麼 看起來這麼貴 對 顏色特別不一樣 180天之賽收成 取締到原汁 手工存量才第三名 對 才第三名 這一點就我想像中歸了到死的醬油的形象嗎 但是跟你猜不到 我猜中了就對了 你猜中了 你猜中了 我猜中了 這還是我的第五名 我的後段班 你的後段班 你覺得不好吃嗎 這官看起來不懂意思吧 黃玉姐的第五名日本技口 三年完收醬油 它是我們這次醬油裡面的 醬油王 King of醬油 你一直說人家很鹹 很鹹 很鹹 很鹹嗎 大家都釀130天 就它釀三年 它鹹 但是很溫 日本醬油對不對 對 日本醬油 日本人都是比較鹹對不對 對 對 你現在怪自己日本醬油 進來差了一支日本醬油進來 因為它很過分 口味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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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名 肉油膜的鋼底醬油 就是這一款 每次都說它最好吃 就比較甜 比較不鹹 確實是蠻好吃的 因為我們兩個在吃的時候 也是覺得最喜歡它 真的喔 味道很順 我們是不是把它管過頭 還沒有給我們錢 對 你一直都很喜歡它 我回來想說 我虧是你 喜歡什麼才買什麼給我們 對不對 但是我最後是選這個 對 不是很糟了嗎 對啊 我們現在只有第一名出來 第二名還沒出來 那它是 這個是你的第二名 但它是 實際上是第三 第三名 前段班 在這個範圍裡面不丟人 有沒有 我要點的第一名 好 鯉 哈哈哈哈 這是第一名 哈哈哈哈 太爽了 所以說 醬油出這麼多 幹什麼 醬油好像是要吃自己習慣的 很少吃便宜的醬油 好 這是我的第一名 對 它是最便宜的 它是最便宜的 它每100貨只要5.5塊 省 哇 是金牛座耶 省前夫妻 欸我巧克力是最便宜的 你醬油也吃最便宜 好不慎 黃燕傑的第六名 是我們這個包裝很回尿的金蘭 不是 看起來 欸我們也說金蘭跟龜甲花的味道很像 金蘭是這個嗎 對對對 對啊這很像啊 這是你一直說還有個龜甲花味 很像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吃的時候 你覺得兩個超像的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它是全部裡面價格的 第二名 它比較貴的 它有袋子耶它不用嗎 沒有吧它是有機醬油耶 對 那有機醬油可能本來就 就會貴一點 就比較貴一些 對 那我覺得都找到一些原因 都是哪些 就是 首先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兩個 它是因為有機的關係 它可能就是材料費就會墊高 所以你覺得它名不符實 也不是名不符實 它確實是有機的嘛 對 然後這本身就比較不合口味 所以不喜歡是理所當然的 理所當然的 它本來就是一個大中化的就是 大中化的調味嘛 對不對 對 因為它加了比較多添加物 所以你這樣一起比較下來 它寫純釀到這樣有耶 它寫純釀到這樣有耶 它有加一些什麼 富房甜味劑啊 這樣子最後做出來的風味就是 比較突出比較驚人 也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你 好吧 對 勝利的吧 大成功吧 超準的吧 超無根據風餐口的價值 好不好 大成功 好大成功 好不參加下一次 每一次的評測最比較淺高 都是直接大成功 大成功 好這次的評測可說是大成功 大家都知道黃玉姐的口味了 首先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們都有加黑豆的 黑豆的 所以它可能就是風味 比較豐富 以前這個我就比較喜歡的 日本人會覺得太鹹 便宜的東西就是比較好吃 今天你有沒有做 調味機就是這麼恐怖 好不好 好不好 希望大家有得到 什麼參考的價值 拜拜 拜拜 哇這醬油要吃到什麼時候啦 我們要吃10天的水餃 滷三鍋豬肉就可以了 然後滷三鍋豬肉